台湾的學校最近興起一個時農稿油的風調 李三位進入麻豆誘火區的時節 麻豆八四個社就跟麻豆融火 給學校後文旦歸行合作 古板時農稿油的參訪 讓學生清新接受到各鄉的產業 因為我們很大以外火區 然後我們想說 北市國家社長也很用心 他希望就是說我們麻豆在地的學子 一定要認識我們麻豆自己的產業 那剛剛我們就是文旦啊 全台就是麻豆文旦最有名 然後我就想說 會利用花開這個時間 我們來這裡規劃一個活動 他們在活動來之前 已經做好所有的一個學習 所以剛剛我在跟他們分享 那個有機的這個書的分享的時候 那個內容他們一清二楚 而且他們對這個產業有很深的了解 讓我覺得還蠻感動校長的用心 現場除了邀請請隆德南之外 北道融火的總幹事也在問南方 說告訴給小朋友聽 北市國社的學生 經過小朋友下的思念 讓大家聽到面相當的努力 那這個食農教育裡面呢 我們很感謝我們農會的 孫慈民總幹事帶領的團隊 讓孩子可以聽我們的孫總幹事說故事 那我們也可以來這裡做很多手作的一個體驗 讓孩子賞又花 朗又詩 然後呢聽又花的故事 我想這方面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體驗 校長進行幾位這次是農教育的課程 就是希望可以換起 核心對家鄉散業的林董 並且這一步實在麻將的問答 我們也感覺有一點責任感 就是說我們在麻豆這裡 麻豆農會很用心在推廣 我們農民也來配合它 我們這個園區佔一點優勢 就是說我們這個地點比較好找 園區稍微比較大一點 然後只要農會推薦了 我們就接受 我們就接受 什麼來我們就招待 就是社區一日遊 我們也一樣招待 就來他三個廁所吃吃柚子 他就走 我們也一樣招待 何況是今天是小朋友來 我們感覺更高興 未來麻豆農會也會伺服和學校 會真是社區合作 希望可以將在地的產業 提供出去 投給儲備的學習方式 感受到麻豆文端產業的美麗 對 南天是不來算麻豆採訪報道